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之森 我們好久不見了 現在來到2020年的12月 就是我最喜歡的節日聖誕節 今天邀請你們跟我一起來開箱 聖誕節2020年限定版 那時候我看到森林家族的 預售圖的時候看到 這隻獅子 那時候鋼琴的時候就是獅子 所以我就買了 那時候覺得獅子超帥氣的 那次聖誕節終於出現它了 然後它還有附上一隻可愛的小熊 在雪橇上面 然後這裡是一堆玩具 這邊是後面 有聖誕節的造型意識圖 然後這是側面 它所附的東西 一些小朋友收到的時候 會覺得超級有聖誕節氣氛的禮物 跟我一起來把它打開囉 我們拆開之後呢 會看到獅子的本體 它穿著聖誕老人的服裝 然後它的尾巴好可愛喔 因為在鋼琴的時候 尾巴都是壓在裡面 這次讓它尾巴露出來 然後還有可愛的聖誕帽 它其實帽子上還蠻緊的耶 不易脫落就剛好 卡的剛剛好 小熊幫忙送禮物來了 這是它所附上的雪橇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小熊的時候 這個小熊的非常可愛 它也戴著可愛的聖誕帽 把它一邊耳朵遮住 最喜歡的是這一隻小熊啊 它的四隻是可以動的 所以它也可以讓它站著 非常的可愛 然後還有個可愛的球球在這樣上面 好喜歡那隻小熊 它的雪橇做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這個的話你如果多買一個雪橇 它是可以從後面這裡有動 可以購住的 雪橇看起來非常華麗很美 好上面這個是紙座的紙盒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附上哪一些小配件 這個也是紙盒的禮物盒 然後另外還有附上一個像這樣子的 就是也是紙座的 有點像是包裝紙 然後這個是聖誕卡片的概念 我就沒有特別拆開了 這個是黑色的玩具鋼琴 這個是小朋友很喜歡的玩具車 其實做的真的很精緻欸 其實做的真的很精緻欸 這個是森林家族 它曾經出過的 飛船腳踏車 我超級喜歡這個 這個是白色的聖誕樹 如果把今年跟去年的聖誕節擺出來 就可以營造出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如果一個小空間就可以擺放出來 超級幸福可愛 在今天的開箱分享中 你喜歡哪一個小配件呢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可愛的雪橇 然後還有搭配上一隻超級可愛的小熊 2020年很快就要過去了 那這是聖誕節我最喜歡的節日 也和你們分享我所買的玩具 那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囉 掰掰 掰掰